你用這一隻就可以很強了 不然打一把那個 他現在幾分 不然最後打一把 教大家怎麼賺錢 那就休息了 持生 持生 明天 明天 繼續努力 你用這一隻 一樣用圖書館嘛 你就 你就用圖書館然後 把超級開下去 超級開下去 然後 為什麼我成長不點 是有什麼細節嗎 沒有那個是因為我剛在玩一些特殊的才會 才會不點經驗值 那當然我現在就把他點滿了 因為那因為我那個打死生 等級不能高 等級高打不贏 你現在就可以洗 洗出你要的 你就可以洗出你要的 技能 會讓你比較好打 你可以先洗一下 阿魯 然後看你要洗什麼 恩 通常前面的話如果你要 比較舒服的話 聖精 聖精還不錯 不過這隻聖精還沒長大的時候應該也不舒服 等到他長大之後就很強 升級 升級我的聖精 讓聖精變得很強 然後 這個 彈射速度 是 速度會讓聖精轉得更快阿 這個很重要 彈射速度一定 一定是拿起來的 然後持續時間也拿起來 沒關係現在這樣就很強了 但我覺得如果要快速清敵人的話如果你想要 打一個快 快節奏的話 聖精 我應該也沒差 反正我們還有很多可以拿 反正你就要拿一些 會打很遠的 怪的 的武器 鳥鳥不要拿 鳥鳥是個廢物 鳥鳥只能打很近 而且他又很 很吃你的等級 等到 我跟你講 很多人會覺得鳥鳥很強 但是他這個廢物 因為鳥鳥 如果 等到 你把鳥鳥變成最強的 因為鳥鳥要黑色8級 白色8級 然後還要變成彩色在8級 等到你有 有這個能力去搞出那一隻鳥的時候 你基本上也不需要他了 可以理解這個說法嗎 那如果你搞不住他 那你也不需要他 他根本基本上是就是一個 負重訓練啦 沒有一個他不是一個必要性的東西 他甚至會拖垮你的 拖垮你的能力 快點很虧 快點之後 對啊 雷電要拿 雷電 但我拿這樣拿是為了讓前期比較舒服一點 尖子拿起來不用想 雷電可以拿 波紋可以拿 然後聖水拿起來 對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 鳥鳥你還不一定可以拿到兩隻 然後你就要拿到兩隻 他們也基本上也已經沒作用了 就等到他們長大的時候你不需要他了 那他們還沒長大的時候又會成為你的 你的脫油品 所以呢 我一律一律 建議不要拿鳥 不要拿鳥 然後還有 然後另外還有幾個武器也不要拿 還有幾個武器很廢的 一個是蒜頭 這個應該算是最爛的武器之一了 再來就是十字架這兩個 不要拿 真的很爛 很多人覺得蒜頭好像 前面拿了之後打怪很快啊 就是他在後期的時候 他完全是一個沒有作用的東西 他吸血不行 輸出也不行 他就這個 不知道幹嘛 然後 主塔也可以拿 可以讓你的那個 攻擊的範圍 變大 對啊 而且他前期有用的時間很短 就是你 你前期若想 你想要有用你也可以拿別的武器 也不需要蒜頭 他不是那麼必要的 前期不是那麼必要的 前期若你要問我說 那你前期覺得哪個是比較強的 我會推薦聖經 我拿了吧 然後再來是 鞭子 但鞭子前期有用後期也是沒用的 那至少鞭子比蒜頭更有用一點 如果你要你要 要拿的話 我建議你還 寧願拿鞭子也不要拿蒜頭 然後十架也超級弱的 這個我也不建議拿 完全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就是在搞笑的 你可以看啊幾乎不太會有人拿 拿十架 你看一個人會不會玩這個遊戲 他有沒有拿十架不知道 如果一個人拿十架你跟我說他很厲害 我是不太相信 然後蒜頭有拿 你跟我說他很厲害 我也是不信的 小刀 對很多人會覺得小刀好像不錯 其實小刀也是個廢物 對鞭子是吸血牆 但 就是前期前期好用啦 你基本上你如果前面拿到鞭子 你就會很舒服 骨頭不拿好了因為 因為這個是因為我有改 會比較有拿到 那我就不拿骨頭 但比較公平 正常是拿不到骨頭的 他的寶箱可以直接開了 因為他在 10分鐘之前掉的寶箱都沒辦法讓你的武器進化 就算你滿級 你拿到了必要的副武器他還是不能進化 所以你10分鐘之前的寶箱可以直接開掉 然後10分鐘之後的寶箱你可以選擇性的留著 留著進化 好那現在就可以往右邊 好左邊移動 左邊移動 然後去找紅書 菠菜 菠菜幾乎是必拿的 因為他是加傷害的嘛 所有的武器都吃的到 沒什麼好不拿的 對啊 太後面了 真的太後面了 好看來第一個我沒有拿到 這是第二個書 因為他在 他在左邊 第一個書是在右邊 第二個在左邊 我太早拿了 失誤了 正常來說你要等到你6個 6個那個 武器都拿起來的時候再去拿輸 那我我剛 不小心 忘記了拿起來了 就你如果等到你滿了之後再拿輸你會 會把會多拿一個道具 就原本只能最多只能拿6個 會變7個 那我剛 不小心拿他了 那我把他丟棄好了 我們來賭看還有沒有第2本書 因為我現在拿了 那就注定沒機會了 對就消失了 我覺得他消失是無所謂的反正我 我用升級一樣可以拿到輸 我不需要 現在去卡我的位置 沒必要 菠菜 魔杖看你要 都差不多 你可以先把武器給進化 增加輸出 第8分進化 沒辦法 10分鐘之前是沒辦法進化的 他有6個輔助道具 然後再拿那個 又有第7個 斧頭很強 斧頭拿起來 我現在拿的是很強的 哇沒了 那他還是 他還是沒有 沒有輸了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有第7個那個 只能去拿 另外一邊的 面具了 沒關係我再走最後一個 好沒了 已經沒了 對啊最多我有8個 所以我剛剛失誤了 可能現在只能有7個 但也沒差 反正我就算沒有拿到輸 也打得贏 當然你們如果有拿到的更好啦 你們有拿到 就拿 畢竟他 只有好處沒有快速啊 沒有機會了我剛剛已經數過了那個那個已經是第 第三個 第三個桌子就在過去也沒了 沒有那個已經我剛我剛拿到第1本那個是第2個桌子那不是第1個桌子 因為我看他未死 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我剛才第1個沒有出啊 就是我剛才第1個沒有出啊 不是出來第2個喔 喔對喔有3本喔 不知道有4本喔 對齁 只是3本喔 還要回去看嗎 可是只有20% 你說20%機率 可是我現在在第2個桌子啊 忘記了耶 我現在這個是第幾個啊 我現在在第2個桌子啊 不過沒拿沒差啊 算了不拿了 當然吧 先把吸引點開 這樣的話你比較好去吸經驗值 你就不要一直一直浪費時間甩走去了 遠遠的就給習慣了 然後 最後一個 閃電還沒拿到OK 這個給閃電 4到7 4 5 6 7 對啊 炸死神城就是steam嗎 就是steam嗎 就是steam嗎 什麼意思就是steam 就是steam 就是steam 隱藏人物 就是這次的改版就是 你殺死死神會有 會可以拿到隱藏人物 鞭子拿 鞭子是最重要的 鞭子跟金幣 欸我會不會錯過啦 我剛剛好像沒有走在上面 我不知道我錯過面具了沒 糟糕 面具不知道是右邊第幾個 這個我沒有輸 鞭子先拿到滿 讓我們的等級最大化 沒成就 但我覺得Steam的成就也不重要 喔對 實際成就就是跟著那個遊戲的 就是46個 所以Steam沒有那個成就 對 就目前就只有那46個 我已經忙了 幾層沒有在那個成就裡面 就只有捷隱藏人物的 欸面具 面具不會沒有吧 我看 我記 我面具每次 每次都有拿到 目前沒有沒有拿到過 不會這一次就沒了吧 面具機率是100%嗎 把聖經先升高 你看升高之後就很強了 然後這個複製器也可以 好 我應該一直拿鞭子 那時候今天只要6件 面具是100% 大概的話就是我還沒有走到 或是我錯過了 先 先繼續走好了 奇怪 是不是有點遠 有點遠啦 難道我錯過了嗎 我已經走超過了嗎 糟糕 風火輪就是這樣 風火輪 啊 我沒有拿到持續時間 我拿金鞭子 然後 龍樹拿不到 啊 我不應該拿複製的 你們可以拿那個 持續時間 聖經會比較強 有了 你有拿到那個 然後害我的 國安聖經也不能進化 啊 範圍可不要拿啦 範圍不拿 然後改 持續時間 嗯 喔對 因為沒有龍樹 法戰也無法進化 好搖 一堆不能進化的 不過就算是這樣 我們大家看一下我們可以有多少錢 如果你們沒有像我這樣 有這些失誤的話 你們只會更多啊 我看一張 我這樣打到完了多少錢 等級多少多少錢 等級多少多少錢 看一下我有沒有可以進化的 聖經不能進化 塔杖也不能進化 有點尷尬 這兩個都沒辦法進化 紅書是我剛失誤嘛 然後 那種 聖經是因為我們有拿到持續時間的 但是我如果範圍不拿 我頭不能進化 所以 欸 複製不拿 那個不能進化 那這樣的話 斗套放掉嗎 還是菠菜放掉 還是還是 還是就 兩下追水 嗯 嗯 但其實法戰沒有進化也沒差 法戰其實 也不太邀他 說實話 但是沒有CD數可以拿啦 我剛才已經拿完了 這我剛才已經失誤了 沒有那個已經 那個錯過了 沒有 我一開始就先走那邊了 那我們先拿金幣好了 我們要賺錢嘛 我們這把是要賺錢的 所以就拿金幣 我剛才只有看到一本書啊 然後我那時候 太壞吃了 我就把他給放掉了 我就先不吃 然後我下組看看還有沒有第二第三本 但我剛才沒有遇到 那斗套不進化還有聖經 沒有斗套就斗套比較強 斗套一定要進化的 他那個範圍 因為你殺越多敵人 代表說堅持越多嘛 聖經沒進化反而沒差 聖經真的不重要 聖經只是讓你度過前期的 後期 聖經 有沒有沒拿 而且他範圍這麼近喔 你要用他去輸出也很困難 但是斗套進化之後 他打整個畫面的 他可以 更有效的殺敵人 我們的目標就是更快的殺敵人 殺越多越好 閃電 其實閃電也蠻值得生的 不需要擊退啊 我不會死啊 你們覺得我會死嗎 你們覺得我沒有聖經計畫 我這把會輸嗎 如果會的話 那當然他可能就可以生了 那你們覺得會嗎 我一直覺得不會 那如果不會的話 他幹嘛要生 他就沒有多用了 不需要他 他就只是個前期 幫你度過的準備而已 那你不會有旁邊那個選項 喔那個是 被動的啊 你被動你沒有升到 你有這些東西沒升 所以沒有拿到 在這邊招就可以了 那你說為什麼要一直移動 你不要站著 因為你一直移動的話 打怪的速度比較快 而且也可以打一些 竹台 這樣我會刻意去打竹台 竹台有錢嗎 可以打一些竹台拿錢 那你要怎麼取得 你成就還沒解開吧 你把成就全部解完 你就給拿 然後就可以了 你可能成就還很多沒解 你可能成就還很多沒解 你不知道成就那邊有血 啊我應該先拿面具 但其實閃電也可以啦 因為 打怪速度快 等級有點低你 我覺得 我的等級有點低 先把閃電劍挖好了 OK 那我們可以把閃電給進化了 傷害 進化閃電 閃電劍挖之後就會強很多了 現在狀況是 我要 有觀眾說怎麼賺錢比較快啊 然後我要 我就示範一遍 就是用什麼角色可以讓你賺到很多錢 一個 一場遊戲賺很多錢 但是我 我有些失誤 所以最後 錢不會那麼的多 但也 但也會比你們 一般 一般狀況還要多 OK 斧頭可以進化了 進化之後這個鐮刀就很強了 這個鐮刀是穿透的 而且你們可以注意一下他的傷害很高 鐮刀 鐮刀是這個遊戲 前三名輸出高的武器 你看喔他是穿透的喔 他有多少打多少 他不會 他不會不見 有些武器是打到人 打到敵人之後他的彈幕就不見了 他的彈幕 他的傷害不管多高 雖然他的傷害500 他就只能打一隻 就沒了 斧頭是 固定那個傷害 然後一直掃過去 不管多少敵人 你看一直掃 他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他傷害最後 最後是很高的 只要是穿透了 我有一個人有說 只要是武器可以穿透的都很強 不過也是給穿透的 他是一直射過去 不管有多少敵人 被他碰到的就是傷害 然後像雷電這種AOE的 或是聖水這種AOE的 他的範圍傷害也是 這種也是很強的 或是擊退的 欸剛才我怎麼被打死了 那個BOSS在進了 我沒有注意到 被打死一次 怎樣 我不能再死了 我沒命了 我沒命了 我剛剛一直講話 然後一直移動 沒有出去看 都被打死了 呵 尷尬了 他沒有打到30分鐘 出事啦唄 就是出事啦 不太對勁啦 好 我們現在開始拿錢袋了 為什麼要拿經驗值 因為你 等到你準備等級都滿了之後 接下來他都會給錢袋 你就可以一直拿錢 就覺得自己無敵了 然後就 走得太酸就死掉了 不是說好的無敵嗎 怎麼會死掉 不是說好的無敵嗎 五個血 我有兩個武器沒有進化 不然會更強 你們玩的時候 你們不要像我一樣失誤 你們會更強 紅蘇拿到 然後進化那個 法戰 然後 把 菠菜 對 把菠菜換掉 其實傷害我覺得夠高 把菠菜給放掉 然後可以再進化聖經 但我覺得聖經也不用進化 如果你們才進化的話 那我覺得是不需要 聖經沒有他 沒有用處 你看聖經根本沒有機會碰到敵人 除非我剛說的嘛 除非 除非我聖經不進化 會因為 他不進化而死掉 不然幹嘛進化他 不如拿菠菜增加傷害 你們覺得我會死掉嗎 對 剛剛我們就死了 真的耶 好 那你們現在來拆 你們覺得我沒有辦法撐到 30分鐘 這個角色 我已經不能更強了 我現在已經 就已經最強了嘛 你們覺得我沒有辦法撐到 30分鐘 聽說那個 怪物有改強 以前一定可以的 現在 我也不知道 試試看 明明就可以嗎 如果跑得比鐮刀還快 能一直疊鐮刀出來嗎 這個 這個講法不錯 跑得比鐮刀快能不能疊 可以試看看 但我沒有辦法跑得比較快 就是這個 這個重點 我沒有跑得比較快 但會不會出到第二把 有有第二把 不知道 有 所以剛剛有兩把重點 只是他們距離有點遠 所以應該 嚴格講應該是CD 要再快一點 所以在鐮刀的 之間的距離 不要這麼的遠 對吧 我們找他有沒有紅書 我們剛剛說 第四個主打有機會 有紅書 雖然說機率只有20% 我們看有沒有 有個一定要防術的道具有機會 但他們之間間隔不會改變 所以你說要一直疊鐮刀 好 有機會拿到紅書嗎 我差點要去賺他 還想殺我啊 可能CD要再快一點 我覺得 然後寶速當然也要夠快 跑得跟鐮刀一樣快 然後CD再快一點 是沒有輸啦 看不到 走那麼遠了 還沒有磁鐵很奇怪耶 沒有輸就算了還沒有磁鐵 其實我已經經驗值已經很多都在外面了 我一直在等那個磁鐵出來 然後 把尖指全部吸過來 但我完全沒看到耶 沒有磁鐵是怎樣 一直給火焰耶 對 因為他主台 啊對啊因為他們打太快了 就主台 基本上你看到的時候他們都已經爆了 只有你直會看到 被主台打掉的物品 像你剛剛我嘴裡就看到有那個黑森火焰的那個道具嗎? 沒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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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輸就算了吃也不給我 這招幽靈的性能一刷主打劍個好像也可以站多 我覺得幽靈的幸運 太沒有感覺了 能不能活著都已經是個問題了 然後錢 跟這個比的話 知道 左邊有兩個箱子 喔 鎖掉兩箱子 怪被我殺死忘記沒有發現 我就死吧 你們死掉你們要輸我 你們都沒有提醒 我不是說你們 我就說怪 欸 會被打到 不能抓一塊 這邊怪比較強 看我們就沒有拿到磁鐵是怎麼回事啊 這就有點過分了 拿到了嗎 欸 我拿到磁鐵了嗎 不是啊 這是磁鐵啊 他都接著在外面我們便拿到的 不然我等幾天更多 有啊 有磁鐵了 我看到了 終於 能死成死了沒 肯定是死啊 已經死泡了啊 這個磁鐵線就要吃啊 等到我們時間快要再吃了 你不是在等吃鐵嗎? 啊算了你又不吃 啊你幹嘛在那邊吃鐵? 等到時間到再吃 那我覺得我現在應該要先去拿寶石 好像不知道在多遠的位置 好像在哪裡? 很遠喔 還是我翻掉了 我現在應該沒辦法走那麼遠 而且吃也在這邊 我不太想離開這個時間 現在4分鐘欸 我走得到嗎? 我要走到那邊再回來 你就有這個機會嗎? 就我翻掉了 有兩個喔? 兩個大概就可以有1000塊了 如果運氣好的話 至少要個500塊嗎? 不可能 好吧 那算了 那我們就在這位置吧 後面怪更密集 如果聖經在進化 可能會比較好推 但是聖經進化要 畢生掉菠菜的位置 我覺得不值得 傷害如果沒有再加這50% 你打怪速度也會慢很多 基本上失誤就一個啦 紅書沒有額外拿到 然後讓那個法戰進化 最大的失誤就這裡 沒了 剩下的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 進化閃電戒指的CD時間會比我想的要短 加紅心肩吧? 對啊 最關鍵就是 沒有拿到紅書 紅書如果疊五本 你可以想一下我現在可以有多強 紅書本的CD可以減很多欸 一本8%欸 五本40%左右吧 會比我現在在強很多欸 我現在已經你看一下已經 蠻強了 如果紅書在進化 紅書拿到 然後可以再把法戰給進化 然後可以再把法戰給進化 不知道已經死掉了 失敗加一 不會我現在不動了 我現在很乖 看一下吃點下去 唉唷很密集喔 很密集欸 他們不給我活路欸 難道我真的要下去了嗎 嗯? 嗯? 準備要拿磁鐵 等到29分 50秒 差不多 來衝 真的不需要靠我這麼近欸 他那斧頭可以把他們推走 你看他斧頭可以推他們 56秒 先把這個去十一齁 哇 全部都紅色的 現在這個精英紙很多 大家都給紅的 他們離我好近喔 害我有點怕欸 我現在不能復活了欸 不要離我那麼近好不好 好 快要我吃到磁鐵了 37 這個磁鐵是那個磁鐵嗎 應該不是 喔對不是 這是另外一個磁鐵 我看他的磁鐵還在 這是另外一個豬台給的 我大概再吃一個磁鐵 不要理我這麼近 太多 保持社交距離 我要衝了 差不多嘛 3 OK 拉起來 我剛才已經吃了 所以這個也不多 OK 看一下有多少 最後有 一萬兩千塊 等級151 其實我如果那些東西有拿到的話 金幣可以破 可以破一萬五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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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 可以過一百六四等 就你 如果有拿到紅書的話 然後又可以再進化的話 但是就像這樣有一萬兩千多 四神達成十嗎 還在努力 我我剛原本就是在挑戰四神 當然你用這種這種東西 就我現在這種拿法是達不四十神的 要用別的套路 然後你看我現在這邊道具就比較多 七五七十九 這個就是為了 我剛一直走路就是為了拿這些東西 就是可以多一些一點錢 當然你如果不想動 你想要站著也可以 那錢就會少一些 應該也不會插到那邊 然後你拿到那個蛋糕 喔對 如果你拿到那個蛋糕 又可以額外加那加那這些 額外的錢 會再更多 如果你拿提拉米蘇的話 打贏了 如果影片當時好像有 有bug 他死了沒消失 他死了沒有消失 他死了沒有消失 但是你有沒有 有沒有擠到成就 又擠到就好了 我說擠到那個隱藏人物 如果又擠到就沒差了 然後你可以看國安聖經 你看他的輸出 556 剩下的1.8K 1.8K已經最低了 556 哦512是 然後1.8K是追蹤 閃電3.1 斧頭2.8 聖水6.6 好高 這都有百萬 322 322 超廢 要不是這個角色卡的這個武器 不然我不會拿這一把的 我會選別的 其實這把我覺得也是很弱 我自己覺得很弱 他輸出我看了好幾次都不高 火焰那一把比較強 而且火焰也可以穿透 然後他傷害又超高 他傷害大概 你剛剛看閃電是黃色的數字嗎 100多 火焰可以達到300多 好 好 那就這樣 如果你們打的 就是我剛說的問題 如果有把它給改 改掉 改進的話 大概可以獲得一萬五千塊 金幣 這只好出比較早成型可以多拿錢 那這樣吧 那這樣吧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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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 欸但不對啊 我明天有事情欸 最近還刷通 我明天有事 我覺得明天應該沒辦法開欸 應該要後天了 明天有事 明天有約了 好再看看吧 國外有用幽靈拿到兩萬金 這麼多 靠幸運值去衝的 很厲害 這只差不多我覺得 之前我拿到一萬五千 那因為現在 有些武器都可以進化 我覺得可能更高 但應該是沒辦法到兩萬 兩萬應該是有用提拉米蘇吧 如果假設我這個用提拉米蘇 把一個被動拔掉 然後再用提拉米蘇疊那個錢 一萬五千再疊那些錢 八百九百 說不定也接近兩萬塊喔 再加進化武器 應該也 我猜 也可以有一萬八一萬九 這隻 而且重點是這隻比較好 比較好 好打 你用那個 你用那個 你用那個幽靈難度很高 幽靈真的很難打 你們 你們可以試試看看 沒用 沒用就那麼多了 那真的是又比較多 用惡魔可以附我兩次 但 但為了 惡魔 不值得啊 這隻 尖指加30%我覺得還是比較好 不管是他成型的時間比較快 或是 殺敵術 或是等級 我覺得這隻都有優勢啊 用惡魔 沒試過啊 你們 你們可以試試看看能不能更高 好吧 那就這樣 1.51了 1.51了 那就 感謝各位收看啦 大家也早點休息吧 晚安晚安 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見